各尊國家法力 盡忠持守 在基隆市長謝國良見證下 13位新任校園長舉行宣誓就職 今年有11位校長及2位園長舉行接聘布達 其中3位新任校園長分別為 正民國中李康莊 和平國小范思琦 港西國小羅健林 另外5位連任校長分別為 常樂國小 南榮國小 復興國小 安心幼兒園及過港幼兒園 而5位轉任校長分別為 明傳國中林士傑 5輪國小楊志青 中興國小鄭兆斌 中山國小楊坤翔 及常興國小吳哲明校長 在整個校長跟園長評選當中 全部都是用專業經專家學者委員們的討論 市政筆尤其強調跟議會在這頓先進報告 市政筆尤其是我本人特別跟大家報告 我們對於校長評選絕對是中立客觀 不會採取任何特別的立場 從我就任以來就有特別在這方面 要採述我們的理念跟想法 我也因此並沒有親自去參加這些校長評選 我們認為我們這樣子做的目的 就是希望真正的落實到教育界的朋友 每一位都想在基隆市 只要有校園長的評選 我們絕對是中立客觀 絕對不會有特別的立場 交接不達典禮 包括議長同志委議員張芳麗 鄭凱琳 韓世玉 秦珍 及關心基隆教育界的各協會代表 都應邀出席 如何讓我們基隆市的家長 安心放心的讓我們基隆市的小朋友 可以留在基隆在地就讀 每一個階段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每一位校長 都要把學校經營出特色 然後除了現在這個少子化以外 我們也有很多問題 就是譬如說我們剛剛說的教育的拉力 還有這個少子化的原因 所以我們每一間學校 都一定要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特色 讓家長放心 讓小朋友在基隆平安健康長大以外 還有具有未來的競爭力 是校長非常重要的一個靈魂 所以我們期許每一位校長 都可以在學校經營成功 也祝福大家在這個新任的就職順利 在教育部的部分是沒有補助交通車 但是我們今年也在 謝國良市長的指示之下 我們也是課後一人承幫 而且交通車完全的補助 再來還有一些國際教育的政策 課桌與有學生自行來設計 然後我們大概會在今年度也會實施 其實很多基隆市的教育政策 在市長的領導之下 而且在教育的職執下 我希望這些新任的 連任的 轉任的校長 在市府的領導之下 能夠把這個政策持續的延續 讓我們基隆市的家長們 能夠有更深的感受 而且希望說 透過這些的政策 讓我們家長能夠更清楚 然後更了解我們基隆市 整個教育在轉變 基隆市教育在翻轉 市長在每年跟我們聯合會 餐序的過程中 都有強調 對教育理念的一個想法 包括就任到現在 營養午餐每餐增加20塊錢 然後征聘了很多學生的 交通車的一個路線 那也對營養午餐的自治條例通過了 那希望新任的校長們 能秉持的 有為教育付出的一個理想 那我們聯合會跟學校端 一起來為孩子們的未來 一起來奮鬥 交接不達典禮相當熱鬧 不只學校市長前來祝賀 新任校長親友也來掀花致意 市長謝國良 提醒校長們 教育是百年的素人大忌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記者黃壽銘就有報導 我們再來 謝謝大家 贊助